大家看到一个不好的消息 我相信就是应该很多人也就是知道了这个消息 就是我今天我回来的时候 看到我生日会的这个东西上了 然后就是什么卖票时间都上了 很开心 然后我自己很开心还发照片 你看那个照片 那套照片都可好看了 就是只发两张一般的 我跟你说后面有很多好看的照片 surprise 然后这个是开心的事情 但是我看到当时有人说什么 你要怎么表演人鱼 我就很莫名 我没有打算要表演人鱼这首歌 我生日会上 就算我节目单泄露了 也不可能出这首这首歌 很莫名 然后我就发现 哇今年吧 真的有人还要投CP去 我真的是不能理解 我当时就想要破口大骂 但是考虑到我本人素养比较好 再加上我自己觉得 我以后未来发展道路还很长 我干嘛要把我这个骂人的话 用在听不懂人话的人身上 所以没有什么意义 然后那我自己就说 就是粉丝的钱怎么花呢 那我管不着 就是非常感谢你们给我们公司 增加收益 这点还是要非常感谢的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话 是非常diss的 然后是我自己非常讨厌的 我希望机子的人 全部榨成一朵烟花 上天 哇 就像全梦幻游戏里面那样 希望你们有良知的话 就不要投了 就是我 我说我的粉丝 我管不了别人 如果卡推 就是理解我的决定的话 那我当然很开心 就希望大家 还是继续支持我们 对歌光之轨迹 以及我个人的solo 人间规则 不要把精力 用在这种 没有意的事情上好吗 OK 我们把眼镜 应该放到更远的事情上去 对吧 我们以后还有很多的奖要拿 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参加 不要在意这种小事情 好 然后我心情就变得很好了 就因为这个就是 回来的时候 真的是看到这个东西就 本来还看到 就是毕竟 录马回来 还遇到粉丝 这种精神 还是个萌妹这样 然后还有点小膨胀 但是接下来 就是让人看到这样 这样一个让人的消息 那我自己自然是 非常的不爽了 反正我希望他们 就是好自为之 希望大家来世 都不是来世 已经谈到来世去了 希望大家今生都能够到 你想要的结果 然后也希望你们 不说了 差一不小心抱了粗口 我自己一个 我自己一个这么 这么有素养的人 对吧 我自己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